富邦人受UBA大賺球聯賽 二二八休兵一天之後 南基組八強副賽重新點燃戰火 率先登場是輔大碰上臺一大 其中鯊魚軍 副賽三連敗 還在尋求首勝 麻煩的是他們開賽狀況 並不理想 打鐵之外 光第一節就發生多達七次的失誤 進入第二節還是有點掙扎 格濟豪教練含到騷瞎 聽起來更加疲憊 半場台一打二十六比四十落後 主力外籍生阿拉薩在前兩階 只靠罰球得到四分 還背了三次犯規 打起來綁手綁腳 對比輔大陣營 卻有外籍生凱德爾 嚴禁俠喬楚瑜也夠嗆 致戰十分十四籃板 雙式演出 更達成優別生涯五百籃板里程碑 幫助輔大在下半場 大多維持十七到二十分領先的安全距離 中場輔大七十三比六十二 順利銀球 鯊魚軍副賽 苦吞四連敗 政大臺師大的比賽 衛冕軍開賽七十五紅 菜鳥送信號 和觸控尤愛哲 都讓對方相當頭痛 特別是尤愛哲的快手抄截 給到外籍生莫巴爺轟炸籃筐 一起完成精彩好球 搭配林彥廷 王凱玉在外圍開火 政大很快 拉開二十分的差距 臺師大靠著前兩階 團隊轟進八顆的三分球 苦苦追趕 半場三十三比四十六 不至於大幅落後給衛冕軍 只是你師大用三分彈來追分 政大第三節開打之後 也揮進一樣的武器 特別是宋信號投進久違的長城炮火 獲得球評稱讚 而擁有足夠優勢的政大 更放膽攻擊 在第四節 更搭乘登陸十二人 全員得分 讓班登錫害到不行 莫巴爺十七分 十籃板兩火鍋 有愛哲十七分 六籃板五次抄截 政大出了活力修盟 團隊十一次的抄截也是至少密碼 左右的比數八十六比五十六 政大擊敗了臺師大 本屆持續維持 破敗今生 未來驅逐他 黃人紅紅化軍 綜合報導